Hello 大家好 我是房车之家的主持人 帅帅 我又回来了 那现在我身边的这台房车呢 就是雨通的B型房车 它依旧采用的是级伊维克的底盘 那么它的长宽高呢 长比6米 少1厘米 就是5999 宽呢 是2011 高呢 是2920 那它依旧采用的是3.0T的柴油发动机跟8AT的自动变速箱 C罩蓝牌也是可以驾驶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车辆的侧面的入口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个下方的这个脚踏板呢 它是一个电动的踏步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跟我一起去车的里面看一下吧 那么现在呢 我就进入到了这个雨通B型房车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中间的区域有一个电磁炉 还有一个洗东西的水槽 在这个水槽的下方呢 也给大家设计了两个抽拉式的柜子 方便大家往里面放东西 那在这个灶台的边上呢 还有一个可以摆放东西的平台 这个平台的下方呢 有一个50升的小电冰箱 短途旅行是非常够用的 那么在这个平台的上方呢 有一个 有一个触屏面板 这个面板上面有灯光 包括一些冰箱的开关啊 水泵的开关啊 还有电视机开关 还有你用了多少水 还有多少电 通通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那么在这个水槽的对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洗手间的区域了 一进去看到这个窗凉房的这个面积虽然不大 但是东西虽小样样俱全 在这个上方呢 有一个换气扇 然后侧门呢 开了一个通风的 侧面呢 开了一个通风的小窗口 然后马桶的上方呢 还有一面镜子 然后在这个花洒的最下方呢 也有一个摆放沐浴露啊 用品的一个小区域 那么在这个车辆的最后端呢 就是有一个双人床 这个床呢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可拆卸的这样的一个床垫 然后拆下来之后呢 这样侧面的这个板子呢 拆下来之后 这个放床垫的板子是可以打起来的 在平时不睡觉的时候呢 整个过道呢 就是畅通的 那么现在呢 我就在这台车的一个会客区了 这个会客区呢 是一个双人的沙发座椅 然后在我的对面 也就是在驾驶座的隔壁 也是有一个反向的双人沙发座椅的 那么这个座椅呢 在我们不需要做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拼成一个床 那这个床呢 就是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 睡在这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台车的水电呢 水是140升的 净水电呢 是200至400安时 一家人开着这台车出去旅行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房车测评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房车之家 我们下期再见